直接鎖定 元旗叫我讚 好 家裡現在真的可以天天都有魚 然後魚多一點就很怎樣 很鮮 這個字是念鮮耶 對 我覺得這個魚料理也要新鮮處理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今天從採買就教大家 要注意到魚的新鮮度之外 也要讓大家真的可以吃到魚的鮮美的感覺 對 好 我們接下來說今天 砂鍋魚頭 砂鍋魚頭也要來做 對 一般砂鍋魚頭要煮很久 我們今天不用兩分鐘搞定 真的 砂鍋魚頭通常要幾個小時吧 要 對 但我今天同樣是用快鍋 因為今天就讓大家知道快鍋到底怎麼用 好 那其實你也可以去選一種 就是有的是快鍋是可以比較矮生的 是 那就是看你選到的是什麼樣的 那我們就來做砂鍋魚頭 來 我們這道菜要準備炒魚頭一個 然後青蔥 青蒜 對 然後老薑片 然後一些金針菇 還有這個綜合的火鍋料 是 好 那我們這個魚頭有沒有事先先處理 要 要用醃料先醃 然後再來炸過 是 那這個是我早上先炸過的 對 要醃15分鐘 然後再去炸 OK 如果沒有那個時間 有時候市場也不會變 有 有 有 大家就可以直接請人家幫忙 對 一部分代工 一部分自己DIY 好 我們先把這個薑片還有蒜 蒜 蒜 對 都丟上去爆香 喔 對 那用這樣子的一個比較平的鍋子 是 可以當火鍋 然後同時也可以當炒鍋 對 然後魚頭就可以放進來 那如果像在醃這個魚的時候 大概有沒有一些什麼樣的調味 是 菜姐可以分享給大家 要有酒啊 然後還有黑胡椒粉醃料 然後放下去醃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稍微讓它 這個油稍微熱炒一下 對 好 那旁邊呢 我們在爐上滾的是 高湯 高湯 對 好 高湯就熱一點讓它下去就可以了 對 哇 因為我們這個高湯裡面 是用骨頭嗎還是 我們是用骨頭去練出來 對 雞骨吧 好 好 OK 所以這個湯比較輕 雞骨練出來的這個高湯都是比較輕 哇 好漂亮喔 哇 這個溫度很高喔 是 因為我們下面還有墊一塊熱能板 是 好 來 那這個就是 像你普通你喜歡選擇的料 就可以放下去 那我今天就有像這樣子 類似這樣的火鍋料放下來 好 那你說這個跟傳統的砂鍋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鼓勵大家其實也可以運用快鍋的一些特性來做 對 那時間就會縮短很多 非常多 等一下大概冒煙就可以起鍋了 然後把剩下一些比較快熟的在最後放下去就可以了 好 像青菜啊這些一部分 對 我會先放一部分進去 放一部分 好 這個最主要先放下去是增加湯口的鮮 對 那剩下我們可以現燙 對 好 OK 然後這個時候就把鍋蓋蓋起來就好了 然後如果湯汁不夠現在再放湯汁就好了 再放一些 那這樣在煮的時候 然後湯汁就不容易流失掉 是 而且你也不用一直蓋鍋吧 對不用一直蓋 所以這個需要設定時間嗎 一樣上升之後 然後我們大概兩分鐘就可以了 兩分鐘就可以了 好 所以這個是很快的 對 好 那我們接下來馬上就要來驗收成果了 好 今天我們有同時在一鍋裡面我們要呈現三道菜 是 對 這個是很快速的方法 所以為什麼你可以快樂做菜 掌握到一些訣竅 對 就是你要善用家裡的每一個鍋子 對 好 來 那我們現在準備讓它出來囉 這是我們的根 根 根在上面 好 好 來 這個再勾個芡就好 勾個芡就可以了 對 好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的香菇 這個盛盤就好了 是 這個我們等一下就可以來盛盤 對 好 看一下 來看一下 我們的稀飯也好了 好 稀飯呢我們來 直接盛碗 這邊有碗 來 湯勺 湯勺是不是 好我們請工作同仁幫忙一下好不好 我們幫忙準備一下湯勺 OK 有了 這樣就好 馬上可以吃 很濃稠耶 這個稀飯的感覺 對 好 我們來吃一下 可以給我一個湯瓢嗎 湯匙 我們沒有辦法咬稀飯 筷子可以嗎 筷子 可能咬不起來那個稀飯 來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看看它的這個 這個米 因為我們今天完全是用生米 對不對 對用生米 它可以吃出來那個生米的 是 感覺 很好吃 所以這個很適合 就是牙口比較不好的 不然是大人小孩 對 而且你時間很短啊 對 對我們今天這樣三道菜 大概時間多久 對 就上升兩條線 剛剛廣告的時間就好啦 哇 那布拉皮的味道 跟那個飯 應該講說是那個稀飯的感覺 對 完全都在 完全都融合在一起 然後重點是 米粒的感覺剛剛好嫩 也不會太暖 對啊 那大家如果想要再吃淡一點 大家可以稍微再把時間 再弄久一點 那水分呢 水分其實大家可以再看個人的需求 對不對 對 因為今天我們這個稀飯是煮的比較濃稠的感覺 對 好香喔 這道菜超營養的 應該這個稀飯很營養 好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這個 魚蝦漿釀香菇對不對 對 好 等一下來品嘗它 那另外呢 我們今天的這個豆腐根 另外也要再起一個勾芡對不對 對 好 蔡姐要不要跟我們說一下 好 我們就把剛剛剩下的一些布拉魚 放到這個湯裡面 大概再煮 略煮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蛋打下去 然後勾個芡就好了 讓它更有黏稠感 對 然後再放一點調味料 這樣我們的根就好了 就完成了 對 然後直接淋在上面 哇 扎實的感覺喔 這樣就好 太美味了 太美味了 哇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這個也很適合小孩子吃耶 對 對 因為布拉魚的那個感覺 而且營養價值很高 好 我們來吃一下好不好 所以像這種同時三道菜的運用啊 你自己平常會怎麼樣來做一些搭配 除了說像魚之外 還有沒有一些什麼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我常下面會煮湯 然後中間我就做一個齒子排骨 上面蒸一個蛋 然後電鍋按一個飯就好了 就把它按下去切下去就好了 對 所以回家大概按下去 大概半個小時以後就有飯吃了 就馬上給開飯了 對 甚至我有時候那個排骨如果還沒有退冰 我也把它丟到快鍋裡面 對 對 非常方便 好嫩喔 其實因為今天我們就是把布拉魚的運用 讓大家知道 過去很多人可能只是傳統的知道說 欸布拉魚我煮稀飯 但事實上它可以跟豆腐來做搭配的 可以 對 而且可以同時上菜 對 我今天又放了一些紅蘿蔔跟青豆 然後就有一些蔬菜進去 對 很多小孩子可能他會排斥吃紅蘿蔔 對 那這樣的口感我覺得孩子都可以接受 所以我覺得 你知道嗎 說瓶子瓶子瓶子 就是要這樣啦 就是你知道它有那種衍生法 就躲到你的那個菜色裡面 然後孩子就不知不覺他就吃很多 對 好 我們再來看看的這個是 香菇的 對 香菇釀這個所謂的魚沙漿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道菜 因為我們今天那個料很紮實 對 然後我今天就不勾芡了 不勾芡 對 我直接用它剩下的那個 香菇湯汁淋上去就可以了 是 那本身其實這道菜做起來 它自己也會有一點出水的狀況對不對 會 因為它的 它的魚肉會出水 然後香菇會再出水 對 那就用它原來湯汁的水分就可以了 好大一個喔 對 這真的好紮實的感覺 嗯 這個雁客都非常好看 對 對 人家會覺得說 你怎麼這麼厲害呢 對 過年就可以這樣做就好 所以這也可以變成一道年菜 是 好 而且這樣吃那個魚肉很紮實很Q 然後香菇的那種鮮嫩新鮮感都出來了 喔 很豐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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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對 真的有夠厚耶 是 喔 這魚膠很 很讚 因為完全我們今天是做很紮實的加入的是那個鯛魚 對 而且我們沒有用太多的粉 對 一條 都真材實料 欸 這麼做起來太讚了 嗯 然後那個維菜老師說 其實這道菜它也可以再變身 它也可以變成炸丸子 對 魚丸 然後做魚丸湯 對 都可以 然後你過年的時候下面就是再鋪一點那個 那個 萵具鋪在下面 對 然後甚至勾個芡就好了 對 好簡單 是 所以有時候不速之客出現的時候 你也不用手忙腳亂 對 好不好 好真的可以快樂做菜喔 來 你們家也可以天天有餘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稍後回到元起加油站 喔 太棒了 好 魚料理大公開啊 誰說呢 媽媽一定要在這個廚房裡頭呢 飽受這種煎魚炸魚之苦咧 對不對 對 其實我們今天用比較蒸的這種模式 對 或者是煮的概念 對 讓這個魚其實可以天天都上菜 是 天天就不會變成 天天有餘 天天有餘 不是只有年年有餘而已 好 我們趕快來看看今天這個 哇 會讓人食指大動的砂鍋魚頭 對 但是我們今天是用快鍋來做魚頭 很快 對 一樣洩壓之後 我們就把它的鍋蓋就可以打開 打開了 對 好 因為剛才已經洩壓過了 來 一樣開鍋一樣往外開 往外開 對 這個是開快鍋一定要注意的細節 然後我們就把剩下的菜再放進來 其實它現在裡面的菜都熟了 對 魚也都好了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今天菜姐來是鼓勵大家 因為其實家裡面的快鍋已經成風已久了 對 可以挖出來又 重出江湖 對 OK 對 那這個就是稍微再把它現煮一下 是 煮開就好了 煮開就可以了 對 好 我們等一下再來品嘗它 不過我覺得我們再請我們今天的總教練 我們的薇薇菜老師呢 再幫大家複習一下 對 因為今天我們先用這個虱目魚 對 做了這個 哇 一整碗的魚精 魚精 對 只要兩條 對 三百塊左右 是 就可以做魚精 然後還有一個十全大補湯 好 你讓我們看一下那個煉出來的那個湯頭的感覺 好不好 這個 只要兩條就有這麼多的魚精 這個是兩條就一大碗的魚精 對 然後這個 做魚精不要加任何調味 不需要 不要再加 尤其是鹽巴絕對不能放 不要加 對 好 不會燒 非常的鮮甜 還有這個虱目魚 因為很多人比較擔心魚翅的問題 是 我們來看看喔 這個幾乎都已經化掉了 對 好不容易挖出一個比較完整的 對 事實上它那個肉都已經嫩了 對 而且最主要是連刺 對 連刺都 連刺都可以吃 對 都可以吃了 好 來 這個也是壓力鍋的特性才有辦法做出來的 對 那當然我們今天有這個三個菜同時 對 我們有這個布拉皮粥 羹 布拉皮其實它可以變成羹 然後呢也可以呢跟香菇來做結合 是 就鼓勵大家真的發揮一些創意 當然今天的這個菜色喔 你不用擔心說 有奧來不及操這個食譜 我們都歡迎大家呢 可以來跟我們索取 或者上我們的這個官方網站來搜尋 好不好 到時候我們就會把這個食譜的整個內容都掛上去了 好 我們是不是也來品嘗一下這個砂鍋魚頭咧 來 來 我們喝湯頭好了 好 好 來 OK 這個湯一定很濃稠 很鮮美 對 最主要是用快鍋的時間是可以縮短很多 縮短很多 然後魚肉的精華都可以萃取出來 營養價值在最短的時間就可以萃取出來 好鮮甜 所以你的火鍋可以做一些變化的 可以 那你這個砂鍋魚頭過去 大家媽媽都要顧著四五個小時的時間 對 今天完全不用 對 而且這樣煮你的湯頭 就不會一直流失掉 對 我們來吃點魚好不好 好 好 今天這個魚 你說之前要先炸過 那要一定要炸到熟嗎 還是不用 不用 大會炸一下上色就可以了 是 上色 對 然後這樣子魚肉才會鮮嫩 對 幾乎也都是化掉 因為其實到快鍋裡面整個的壓力 它讓這個食材快速的熟透 對 這個就是一種很便利的一種方法 來看一下這個魚肉的感覺 其實除了它很熟之外 它本身的嫩度都還是存在的 對 這樣吃超營養 而且超簡單 就可以完成了 好 來吃一下這個 今天這種的是草魚頭 連魚 草魚都可以 對 看你方便買到什麼